我还想看他的 其他的软件都有什么 好 这是生活方式 看一下 不得了了 他居然有 美佑 问一下旁边的男生 你们知道美佑APP是干嘛的吗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那我们请拥有这个 APP的这个男主人 来解释一下 这个APP到底是干嘛的 就是我很早之前就下载了 因为我上一段练琴的时候 有用它来记录一些东西 登录了 真的 你看 已经推迟了三百二十八天 没有更新 那你翻回到你之前的三百多天 记了一些 他痛情症状 我觉得他比某些女孩 记录自己都要记录的细心 我都没有这个软件 其实我觉得和个人的性格有关 我本身就其实是 做刷儿节目的嘛 而且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男孩 有一点点的控制欲 所以说我希望能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让女孩感觉到 我在乎她 关心她 同样的我也希望 女孩能够这样能对待我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方式还是不错的 我说我觉得她真的很细心 但旁边两位男生 刚才好像真的不懂 没有 其实也没有不懂 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刚刚才说不懂 你忽然发现 这是一个加分项之后 就也不是不懂 就有些宇浩教 就是听下来宇浩就是相对来说 稍稍粘人的小年猫男友 然后她也想找一个 粘她的小年猫女友 那你要不要给她打个分 我觉得七八十分 八十分左右 这个七八十分还满意吗 挺满意的 因为有进步空间嘛 坚虚 真的很好 谢谢大家